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月最少的两更还是会有的 时间嘛 挤挤就有了 最近的报文手工圈真是风起云涌 各种关于杂架的讨论铁满天飞 号称手工圈最强断了手的我在这里也要吐槽两句 不然憋出了内伤咋办 其实今年的手工市场中的部分品系 注意是部分品系 如雷达 雪花雷达之类的品系 由于供大于求 降价销售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像很多大商家年产几千条 不降价快快卖出去根本养不过来 这也不能说是故意咋价 只能说对今年报文市场判断的不准确 被逼无奈的举动 反正我是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吐槽呢 别人吐槽的原因我不知道 我吐槽的原因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爬圈在国内本来是一个小众市场 而手工圈只是爬圈的一部分 这样人就更少了 咱们往大了说这个圈子也就20万人吧 也或许20万人都夸张了 在这么小一个圈子里 你知道我从去年七八月份入坑到现在 感受到的氛围是什么吗 八个字 故步自封闭门造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在这个圈子里 有多少商家去真正推广报文手工 是不是一个手掌差不多都能数得过来 那我们来数一数 手工在线 他一直为大家搬砖国爱的视频加翻译 而且还自己做一些原创 坚持了两年吧 多好 果匠的报文手工世界 这个属于手工圈的娱乐版 一直在分享手工圈的新奇趣 并且持续更新 赞 西大王与小云的两耙画册 他每月都分享各种图 纯纯的分享 这种才是真爱 SFGECO小农人手工 他也做了十几期关于品系的介绍 虽然每一期都是在绣自己的种群 但是也算是一种分享吧 而且最近还更新了一些干货挺好的 练行课 年初开始做了几期经典的分享视频 例如推弹拆弹 咱们都看了吧 但是从520之后就断更了 不知道是不是谈恋爱了 剩下的还有一些 但是不太多了 有的就做了几期就断更了 除了上面的这几家 手工圈真正的大户呢 就是年产上千条的大户在干嘛 有没有为推广报文手工做过一些事情 哪怕是写一篇经验分享的文章 好 你说家里手工多照顾不过来 那请问你有没有转发过别人的分享 难道你连一个转发的时间都没有吗 肯定不会吧 那为什么呢 或许你会说你朋友圈人多 质量高 不想给别人打广告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只能呵呵了 因为你朋友圈的人 也许是因为通过别人的推广 了解了报文手工后才加的你的好友 最后再吐槽一下贴吧 你们知道吗 我在贴吧发的所有制作的关于报文手工的视频 全部被删除 没有一次发成功的 有八物删的 有系统删的 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 只要视频或者文章里边有手工程式四个字 就删除 就这样 整个圈子没有一个良性的交流氛围 没有一个好的推广分享 所有的手工宝宝就在这个圈子里 来回来去买来卖去 没有新人来哪能不砸价 对于大户除了养的多赚的多之外 如果能愿意承担一点手工圈的推广责任与义务 那么你才是真正的品牌大户商家大神 承担责任的越多 你的市场就越好 你看吧 18年手工圈洗牌后 肯定会有两到三家独大的情况 等到那会儿你再努力 就晚了 哦对了 别考虑我 没准18年 19年我就干别的了 别把我当成假想敌 没有意义 好了 我吐槽完毕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就是纯纯的吐槽 实话实说 如果你感觉我是在说你 那么或许你做的还不够 也或许我说的不对 都别太在意 对吧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说如何判断暖色系宝宝的潜力值 说到预测潜力 我们要通过观察手工宝宝三个地方来判断 白微博 脑袋壳 还有尾巴 白微博颜色越深 越浓郁的手工宝宝 发色潜力越大 先说说我对不辣的血系手工的理解 不辣的血系手工通过白微博来判断表现更为准确 好的不辣的白微博浓郁的会让人感觉脏脏的 不辣的血系手工通常刚出壳与高黄类似 黑黄相间 但是优秀的不辣的刚出壳的时候 身上的黑色部分有些发亮 甚至于黑色中透着一点点暗红色 这样的不辣的宝宝潜力最大 再来说一下百画系列 例如阳光 雪斐翠白画 所有的白画系列的手工 我们要通过脑袋壳顶部的红色程度来判断 越红越好 对了 还有四肢的颜色 不要去看背上白色区域的大小 最后基本都会满色的 我们再来说说今年的热点蜜糖橘子 简称蜜橘或MT 好的蜜橘刚出壳的那一刻 它身体上的颜色就好像一坨黄色的染料 刚刚涂抹在它身体上 然后被一盆水泼了一下 把染料运染开的感觉 如果你懂翡翠 我说的是珠宝翡翠 就有点老坑翡翠的那种韵味感觉 经过我的观察 刚出壳的蜜橘宝宝偏向于黄色的体色 未来的潜力往往要优于刚出壳体色黑色的宝宝 当然这只是我的记录 蜜橘宝宝除了要选择颜色运染的那种体色之外 还要选择四个小爪爪黑一些的 如果脑袋壳再是暗黑暗红色的那就完美了 这样的蜜橘宝宝潜力最大 最后就是看尾巴 尾巴就是红色区域越多越好 大多数手工宝宝的尾巴都是从屁股根部一点一点发下去的 并不是一出生就满色的 通常我们会在手工一到两个月的时候观察尾巴 贴着地面的那一侧 因为那一侧最先有颜色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手工程式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